到树上的黄金眼镜蛇 它们通常会被咬伤 它们的毒液非常厉害 是非洲所有眼镜蛇中毒性最强的一种蛇 它们的毒液会和神经脉冲起作用 使得受害者无法呼吸 最后窒息而死 这也是为什么黄金眼镜蛇位于我名单上第二的位置 不过我们现在要放你走了 你在这里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去吧 在南非黄金眼镜蛇造成的人类死亡事件 比其他任何蛇类都要多 接下来是位居我名单守卫的一种传奇的蛇 为了能见到第一名的黑曼巴蛇 我拜访了我的一位朋友 他提倡保护蛇类和珍惜石斧动物 布莱恩沃斯特是突救米 这真是一只漂亮的南非误救 布莱恩我跟你一样也很喜欢突救 他叫什么名字 杰尼 他发生过什么事呢 他被下了毒 不过被医好了 我放生了他三次 但是他已经没法在野外生存了 那现在是你在照顾他吗 没错 为什么南非物就现在成了冰危物种 他们以前数量众多 但是现在他们经常会被下毒 那些猎杀犀牛和大象的偷猎者 会在尸体上投毒 来摆脱这些所谓的空中之野 突救在空中盘旋 护灵员就能看到 然后他们就会到那边进行调查 就能抓到偷猎者 所以偷猎者不想让他们出现在那里 真是可怕 像这样一种出色的鸟类 竟然会因为犀牛偷猎而扔来杀身之后 是的 这让人非常伤心 他们就快要消失了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救助 现在该去寻找黑曼巴舍了 他们生活在南非温暖地区的灌木丛里 布莱恩对黑曼巴舍非常了解 他们是习惯性动物 会把自己长期的家 安在废弃的白蚁丘 或者被弃用的地洞里 好了 这里就是他居住的地方 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些年 黑曼巴舍很喜欢晒太阳 常常会每天回到同一个地方 享受日光浴 他在那边 你看到他了吗 是的 很难看出来 伪装得真不错啊 这是他最喜欢晒太阳的地点 对 基本上 每天都来 他正从树上爬下来 我去试试看能不能抓到他 小心点 抓到了 他爬得太快了 我得非常小心 这一条的体型真不错啊 黑曼巴舍的身体并不黑 而是灰色的 这些蛇甚至还有可能是棕色的 它们的名字源自于这种防御方式 当它们张开嘴 里面的颜色是乌黑的 它们吐着黑色的杏子 能吓跑攻击它的鸟 这是一条中等体型的黑曼巴舌 跟我的身高差不多长 不过 它们